HELLO 大家好啊 阿廉 今天我們有一個新的關卡 這個就是 風頭的慶殿 一看就知道 這個完美的花生的關卡就是 送蔬菜的 其實也沒什麼特別 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最近大家有沒有練水火木隊呢 就是新的那些 我覺得我自己比較理想的配隊 就是不會組別人的小說 就是組什麼呢 不過這隊也不是最理想 因為這隊只不過是 XDD 拆肥料隊 那我就覺得要有 一隻木月 一隻司空魚 還有兩隻陳正仇 那為什麼呢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記名的 那就是 木月就是 我現在按著這隻 這隻木月就是水火轉心 不是 光暗轉心 心強化 那司空魚是什麼呢 司空魚就是 它差不多 就是我現在按著的這隻 這隻就是水火轉心強化 那用這兩隻呢 再配兩隻陳正仇 就等於這個 雙大號令 對啦 那自己帶一隻陳正仇 組別人也有一隻陳正仇 就是這樣的 咦 打破防這麼厲害 那就是這隻 陳正仇 不是 陳正仇是這隻 這隻是司空魚 如果這樣練的話 一隊就有兩次大號令 又或者 呃 如果不開兩次大號令 那個司空魚和木月 還有一個組合技 咦 補到防 那組合技就是 5回合內 每回合都補1萬血 那如果呢 呃 可能大家覺得 就這樣 呃 九倍就不太夠暴力 那有劍及此呢 就可以帶水魔 那如果帶了水魔呢 就可以選擇雙大號令 又或者是 呃 開組合的去補血 因為開了水魔是沒得補血的嘛 那就變了比較彈性的一個組合 對啦 會不會破到防呢 就這樣看過天降應該破到防目屬性 嘩 三十多萬啊 四十萬都來 是破完防之後四十萬 劍靈就很厲害 這張卡我也在練中 遲些很快就會滿技 那只要等我練到九技 然後再吃三隻人面料 那就應該十二技滿技 對啦 嘩 十八萬破不了防的 挺高防 它多少防呢 十五萬 哦 因為被黑屬所以破防 那就唯有靠木月破防 不過木月破防就比較難的 因為... 還沒進化 哦 看看婆婆 不可以的 那我們... 鑑山打死他 不是叫鑑山打死他 是應該說... 迫於無奈 逐下打死他 對啦 喂 還沒死 對啦 那這個影片呢 其實都是跟大家說一說 我對於這個天然劍組隊的想法 我就不太喜歡... 那隻... 瘀小雪 除非我自己也有瘀小雪 那整隊偏水就好用的 否則... 這隻瘀小雪 它只得自己... 它轉太多水珠了 但是這個水火木隊來的嘛 它就變成... SOLO的感覺 對啦 這隻... 就是高防 咦 破了防 多少防 看不到 那又送了一隻風頭啦 其實風頭大家都有很多 反而... 我缺的是... 靈光飛刀獸 還有... 那些什麼東西... 南瓜三人組 還有那隻... 兔啦 我缺的是這些 反而... 風頭真的太多了 用不完 那好啦 這次... 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啦 我們下一次見 掰掰